据说呢是总裁最爱吃的 虽然说我们当不了总裁啦 不过我们偶尔还是可以吃一下 跟总裁一样的食物对吧 所以进去里面看看咯 主主你好 主主听说你帮孤家做了32年的料理 然后现在开了一间牛肉面店 到底这边的牛肉面跟其他地方 是不是在汤头上还是哪边有不一样 针对牛肉面的话 我们当然是在牛肉的选择 还有汤头的熬制 然后利用这一些熬制的这一些肉质呢 或有胶质的这个食材呢 然后经过这个工段工时的部分 再把它捞起来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工序的部分 再重新组合 然后这一锅汤呢 就非常有浓郁的一个胶质的汤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面的料理 真的非常的丰富哦 它有五宝 那所谓的五宝呢 就是有牛筋 有牛尾 然后牛肚 牛健心 还有这个是牛血花片 其实啊 要吃一碗牛肉面哦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它的汤头好不好喝 它们的汤头呢 其实有用了牛骨猪骨 然后还有鸡爪下去去熬煮 那个汤头呢 据说会有非常厚的胶质在里头 很顺口耶 不会很麻 不会很辣 就微微的 而且好顺口哦 甜甜的 汤头甜甜的 其实它的汤头啊 除了用骨头去熬之外 还加了很多蔬菜 然后呢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它们的面条哦 这种面条啊 其实是 官妙面 太难的 而且是用日晒工法 就是呢 它成分其实很单纯 就是只有水啊 盐啊 然后呢 经过日晒之后 也不加其他添加物 很Q耶 其实它主厨有说 如果你要吃牛肉面啊 最好是选细面 因为细面呢 它其实这个官妙面 只有0.2公分 所以呢 它够细 够包含那个汤汁 西股糖汁 所以味道呢 其实非常的入味 然后我们来吃吃看 它们的牛腱 这个牛腱心啊 所谓的牛腱呢 我告诉大家 它就是 牛的腿部 的肉 其实呢 因为牛要支撑 全身的运动嘛 那其实它的腿的力量 是非常够的 所以它的肉呢 必须要 非常的有嚼劲 那你可以看到哦 牛腱心啊 它就是一层肉 一层筋 一层肉 一层筋 所以呢 它的这个口感 不是那种很嫩很嫩的 是比较有嚼劲的 还是很嫩耶 因为 可能已经卤得非常入味的哦 其实主厨有说啊 它们在做这碗面之前啊 汤头就要熬六到八个钟头 然后像这种材料呢 也是跟着下去卤 所以我本来以为 是非常有嚼劲 会比较硬一点 不会耶 超嫩的 在这里呢 虽然是一间牛肉面店哦 不过告诉大家 它有照顾到 素食的族群 其实呢 这个 它是所谓的 姜黄咖喱 酥食面 然后它啊 是有五行 所谓的五行就是 它有颜色很丰富哦 它有这种橘色的南瓜啦 绿色的青江菜 然后呢 它有菇类 甚至有川耳 还有番茄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蔬菜 那连它的汤头 都是用蔬菜熬煮出来的 甚至 哦 这样闻好香哦 就是一种 泰式咖喱的味道 它里面也有咖喱的成分哦 不过 我们来喝喝看它的汤 超顺的 像喝牛奶一样 真的不夸张 真的很顺 而且啊 它的汤哦 其实不会有过分的甜 或是过分的咸 就是顺顺的味道 那这个也是用关妙面哦 不过呢 它用的是比较粗一点的 是0.5公分的关妙面 然后跟着汤汁 还有跟着他们的 这些蔬菜一起吃 其实啊 来到这里啊 你可以吃到牛肉面 你也可以选择素食 不过提醒大家哦 这个是辛香素 所以呢 如果你不吃一些辛香料 这碗可能还是不适合 但如果你没有这么讲究的话 这碗面其实也是一个不错选择哦 好那当然 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台风讯息了 今年呢 第四号台风 尼达有机会在今天生成哦 目前它还是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那它影响时间 还有影响程度到多少 等一下后面告诉大家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各地的天气状况哦 今天呢 基本上各地都还是以青石多云为主 不过呢 银方面的东半部 因为今天吹的是比较偏东风 所以宜花东可能注意哦 今天降雨几率稍微高一点点 比较容易在整天出现短暂的降雨 那中南部地区呢 则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这个几率蛮高的 大概有八成哦 所以在午后有一些户外活动 一定要期待雨具 那其他地方 北部跟外岛天气都是非常晴朗炎热的 要注意哦 看今天有没有可能 第四天来到38度 大家要注意一下防晒 那接下几天的天气变化 就要来看看这个台风 对台湾的影响了 这个准台风呢 预估在今年两天呢 它会慢慢地往北 然后往西北方向移动 那很有可能呢 会是在周一周二最靠近台湾 不过明天开始呢 随着它的外围水汽 就会进到东半部 所以明天东半部降雨几率 会再提高一点 中南部降雨几率呢 午后也会提高 到了周一周二 是它最靠近我们的时候 外围环流哦 可能会在整个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都会出现降雨 那尤其现在是暑假 所以您安排一些户外活动 如果是比方说去绿岛啦 蓝雨或者是恒春 要玩水 那可能也要注意哦 可能会在海边出现长浪 要小心安全 好我们帮大家做一下总整理哦 今天基本上还是好天气啦 那中午过后可能注意山区 还有南部地区 要有午后雷阵雨的心理准备 那这个准台风呢 预估可能今天就会生成了 从明天开始 就会为东半部带来降雨 提醒大家在户外活动安排上 一定要小心硬硬 再把时间交给棚内主播